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于义 自慈宫 生于北州时期 河南洛阳人 少时便道德高尚 赌质好学 以副宫封广都县宫 后生任安无太守 大人 别的官员出门都耀武扬威 惹得百姓毕恭毕敬的 而您呢 每次学安无都是这变装打扮 那些官员得到百姓的敬重 您认为是真的在敬重他吗 难道有假 哦 小人明白了 百姓是怕他们头上的官帽啊 还是这样清爽一些 舒服 快把衣服穿上 这样有伤风化 实乃不雅 太守 您看这里荒山野岭的 反正也没人看见 您就让我凉快凉快吧 举头三尺 有神明 君子慎毒啊 嗯 这 道安五还有多远 还有十几里 坚持一下 咱们到前面山头树荫下去乘凉 好嘞 真甜哪 给我放下 居然跑到我这来偷李子 站住 别跑 别跑 我打你个偷吃鬼 别让我再看见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为了区区几个李子 您看您动这么大的气 不是偷了你的李子 我们一家人全指望李子熟了 能卖几文钱补贴家用 可倒好 来了个不出力想偷吃的 也许那个人也有为难的时候 您就别再计较了 你们少管闲事 你看这一地的李子 拿回去也能卖些钱哪 本来我们也想买些李子解渴 不如这些都卖给我们吧 多少钱哪 不卖 拿帽子底了吧 那是太太贵了吧 几个李子哪值这么多呀 好 如果你喜欢 尽管拿去 早就听说这里鸡鸣苟道 民风不好 大人这回真该好好治治了 孔子曾经说过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 用刑罚来整顿他们 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 却没有廉耻之心 若能用道德引导百姓 用理智去教化他们 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 而且有归服之心 您说的这些 真的能改变这些顽固不化的村民 我就是要对这里的百姓 以教化为主 以德服人 尽量避免刑罚 我不信 您这种政策 在这里我看行不通 万事开头难 我们衙门得齐心协力才好 太守您放心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 您的德教治理政策 大人 堂下有人击鼓告状 升堂 是 当初就不应该跟你换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换哪 别吃了人家的东西还嘴硬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 你干什么 苏靖 你还想动手 你动手怎么了 速去 你们两个是哪里的人 报上名来 大人 我叫张善安 安武郡里的人 小的叫王叔儿 也是安武郡的人 你们既然是同乡 又为何打到衙门来了 大人 我家靠河边住 老母风湿病怕潮湿 而王叔儿的儿子 喜欢在河边玩 家里还养了好多的鸭子 我们的房子大小 和新旧程度都差不多 所以就兑换了房子 可不 原来我们两家相处得挺好的 邻里相亲的 做到这点已经很不错了 不瞒大人 如今我还真后悔了 我更后悔 这又是为何 大人 我们家的一只老母鸡 本来天天下蛋 兑换房子之后 就一只蛋也没下过 经过观察以后 我发现它一直习惯到 原来的院子里下蛋 张善安 不仅不归还我的鸡蛋 还一口咬定 鸡蛋是他家的 本来嘛 鸡到我家下蛋 那鸡蛋就是我家的 大人 您给评评理 我家的鸡 跑到他家下蛋 鸡蛋就成他们家的了 你先别说我 你儿子偷摘我们家的枣 把我们家的梨子都给弄坏了 你怎么不说呢 那两棵枣树 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换了房子 就成你们家的了 换房子换房子 换了以后 两家院子里的一切 都是对方的了 大人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按常理 应该是这样的 大人 我的孩子还小 儿子淘气贪吃 以为原来家里的枣树 如今还是自己家的 这算不了什么 但是他张善安 一个大人 不明就离 吃了我们家的鸡蛋不说 还跟小孩子计较 不就是几个枣吗 哦 你家吃了人家的枣是小事 那几个鸡蛋就是大事了 况且 鸡蛋又不是我去你家偷的 照你这么说 枣树是你家的 鸡蛋也成了你家的了 你占尽了便宜 还强词夺理 我现在跟你啊 说不出来理 让大人给平平 平就平 嗯 你们俩的事 我已经略知一二 你们看这样如何 大人 一切听您的 张善安 你把院子里的枣树 挪一棵给他 并把院子里的鸡窝 原样不动的 挪到王叔儿家 大人明鉴 大人 您断的不公 我觉得这不合理 鸡窝还回去可以 我凭什么 还要给他一棵枣树 你也知道 王叔儿家 有好几个孩子 孩子的天性 就是喜欢吃 你分给他 本来就是王家的枣树 不吃亏 况且 你还吃了人家 那么久的鸡蛋呢 大人说得在理 我这就回去 给王家挖枣树去 王叔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大人 小民无话可说 那就下去吧 谢大人 张王两家的案子过去已经很久了 不知道他们两家现在如何呀 大人 小的听说那之后王家的鸡再也没少下过蛋 枣树也活下来了 长势不错 嗯 这就好 邻里之间 还是不要把威力看得太重了 大人说得对 李家状告赵家偷了他的大黄牛 大人 大人 这事我知道 李家丢了大黄牛 偏偏这个时候 赵家在集市上买了头大黄牛来 李家就说赵家的牛是他们家的 两家争来争去的各不相让 这还不好办 你去把牛牵到亮晒场 让两家的主人都在家等着 老牛老马都识徒啊 你跟着牛走 牛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大人 大黄牛溜溜答答的自己走到李家了 大人您简直神了 您看赵家怎么处理啊 李家目前也没有什么损失 是 就小成大戒 让赵家给李家送些草料 告诫他切勿贪念 是 羽翼渐渐受到百姓的爱戴 百姓们也开始和睦起来 升堂 怎么又是你们俩 唐下二位因何事激雇名冤啊 大人 今儿可是大事啊 大人 我先说 我先说 这次让王叔儿先说 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我儿子爬树的时候 不慎把鞋掉到门口老树的树洞里了 我帮儿子取鞋的时候 发现树洞里面有个小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是金钗玉镯等贵重首饰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张善安知道后 就说那块地是他们家祖辈一直住的地方 首饰应该归他 大人 您知道张家现在的房子 原来是我们家的老屋 在老院子里发现的东西 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我们张家 房子现在是我们家的了 房子包括这块地 就应该是我们家所有 所以发现财物了也应归我 岂有此理 这不明摆着想霸占我们家的财物 我一没偷二没抢 在我们自己家院子里看见的东西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 可不就是我的 那是我们祖上给我留下的 现在房子是我的 所以东西也是我的 我 你祖宗几倍都以何为生 回大人 都是种地为生 这些首饰看起来 并不像张善安祖上所留 反而像大户人家的 您怎么就知道 我祖上没有大户人家呢 我说大人 您断案都断到我们祖宗八代了 没有那个理 眼前的事就是东西在谁家 就应该归谁家所有 房子原来是我的 东西必须得给我 你想都别想 那就将首饰 暂时由官府保管 择日再定案 你们先回去等候 请不吝点赞 这已经是第十天了 什么时候能断案啊 你们就再等等 还要等啊 再等下去 我怕到手的鸭子飞了出去 总之 让你们等 你们就得等 我们等不起了 让你们老爷出来 就是 这样躲着我们 不会是要私吞了那些财物吧 我们太守公务在身 说不见就不见 不见也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啊 就是 这样躲着算个什么事啊 这叫什么事啊 不太明白 太守居然没收了东西不出门 余义余太守 并不打算办案 定是私藏了财物 就是 官也是人 见了钱财也演花呢 原来所做的 都不过是装装样子啊 我们以后有了事情 也不会来告状了 还不如私了 钱财进了衙门 你们也看见了 有进无出啊 是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哎 散了吧 散了吧 衙门如此冷清 你是不是 也不信任我这个太守啊 你跟我来 大人是不是觉得 这些守事 和以前的案例有关 我是不是 一天 不能 有疑 有狂 大人 属下已经查明 讲 事情跟您从暗宗了解的一样 这些财物确实跟以前的案例有关 是偷盗者躲避不及 偷偷扔进树洞里的 张善安家的条件很差 迫无简陋 所有种地获得的钱 都给生病的老母亲买药用了 王家呢 王叔儿家因有三四个孩子 也是捉襟见肘 召张善安 王叔儿来 我要结案 是 各位乡亲们 今天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太守是怎么办案的 就是 怕是吞了财物 还要把我们收监不是 我们都是来看热闹的 是啊 咱们看太守究竟怎么断案 还不是跟那些官吏一样 找个理由 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我看选 请本案查明 那些守事并非张善安家所有 太守偏心 不秉公执法 好 也不能断给王叔儿 这 这些守事和十年前一宗连环盗窃案有关 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当时迟迟没有最后定案 这回终于真相大白 这都是十年前的案子 您凭什么就说 跟我们捡的东西有关 我看也是 我看太守 是想拿着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财 填了他的基案 给自己闹个好名声 我知道你们家境不好 见了这些钱财 难免会有私藏之心 这都是我做太守的道德浅薄的缘故 本官愿意补偿你们 这点东西和首饰比差远了 他这是做给堂下的百姓看的 以少换多 你做得也太绝了 这是太守自己的全部家私 是不是还嫌少 如果嫌少你告诉他俩 等下约我领凤如时 再分给他们一些 张善安和王淑尔 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感到十分羞耻 把这些还有一张纸条 放在衙门口了 这两家连夜举家搬迁了 真倒霉 怎么又是你呀 您别怕 我这次不是来偷李子的 我是来帮您刊李子的 我为上次的事向您道歉 这 你别走 我给你李子吃 别走啊 在羽翼的得志教化下 城中百姓安居乐业 再无争夺 羽翼受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从此以后 安无地方的风化 就大大的合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